今日的廣民新聞都很特別 昨天有一名男子在國內偷渡下來 他經過迂迴曲折 在浙江那邊來 江蘇那邊 經過敏感度各樣 闖入邊境 其實都成功來到香港 很久沒聽過這兩個字 是啊 偷渡 很久沒人偷渡 自由行業這麼容易 是不是很久沒人聽過偷渡這兩個字 我幾乎在想什麼叫偷渡 而且現在你偷渡來香港 可能環境比大陸更差 是啊 這個人偷渡 遲些有人會出現的 真的沒人來的 遲多十年半年 遲多十年半年在香港的人偷渡回大陸 通常以前有一團隊的人 要在華界那邊整天抓那些人 扔回來的 還有蛇頭 現在自由行業什麼 下來買奶粉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下來打劫都有 有些人專門來打刺劫 然後走上去 不是打劫都不用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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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要偷渡這個方法呢 其實 我都問過一些 以前的同僚 他都說沒有了 如果非法經濟接近零 即是真正是犯案的人 其他人真的偷渡下來 現在犯案也是零 是零 反案也是單程證 他希望不想留下個人的資料 就是偷渡快 其他基本上是零 雙情證不方便過我們高門 就是了 做什麼 麻煩呢 雙情證 不是單程證 雙情證不方便過高門 這名男子 來自江蘇 因為有財困的問題 他自己自製了一個手榴彈 自製的東西 會不會有效的 不會有效的 只是證實電線 流的就沒有火藥 就是靠客人 也會嚇到人 因為有人知道 對 通常報紙很流行 一看到被抓到 翌日就說炸彈就炸底 炸底就炸 炸彈 他打算來香港打雪 在中環那邊 做賣賣 做個大炒飯 吃大炒飯 他踩一輛單車 還要踩單車 其實他都來了香港邊境 但他就看一看 因為踩單車應該是經沙頭角那邊 他扮過山路那些 很迂迴曲折 但又擋失路 沒錯 其實他都挺可憐 挺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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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過可憐 他怎麼擋失路 其實他就看一看 那邊高樓大廈 那邊是中環 香港市區 原來去到那邊 其實那邊就是大陸那邊 好東西 他的概念就是一個關就是中環 就是中環 說實話 如果邊境那邊 如果大家有去過或過關都知道 大陸那邊的市區 全部都是留大廈 深圳那邊 香港那邊 因為還有些農地 羅馬州那邊 全部都是平坦 都是村屋 當你千里眼望 都看得上水粉嶺 不要說這十年八年發展得這麼厲害 就算是二三年前 都在深圳 都是廚木高樓大廈 很容易搞錯 如果跟中環比 還差一拳 所以說證明這個賊 第一 他應該沒什麼上網 看看圖畫 但他有些都挺漂亮的 有些玻璃屋 各樣 摩天達也有的 我覺得中環比較漂亮 我個人覺得 當然 江蘇人其實也有很多來過深圳 那他有沒有坐在深圳 他反正都去到深圳 就做一點點事 沒有 你反正也是打劫 其實你打劫 那邊和那邊沒有什麼分別 但他不到 他好像是在邊境被人捕捉了 我知道 就算他去到深圳 如果他真的要做不法的企圖 就在深圳發達 我意思是這樣 順便就在深圳 反正你都叫了一杯汽水來 什麼汽水就喝一口 但他會不會這麼匯諧 匯諧到盡 譬如他真的讓他去到深圳 一個進去打劫 然後 要港幣 為什麼你不是說廣東話 深圳人 啊深圳 啊深圳啊不好意思 下次來說 搞錯 我想拿港幣 不可以人民幣 下回香港 他有沒有Google一下 下來之前 還Google 應該是農村的 其實他也是沒在農村 我聯想到一些內地人 他對香港的印象 通常都是來自電影的 因為內地的電視 夜晚很多時候都會播放八九十年代的電影 譬如很多香港人都有這個經驗 譬如有些內地人經常問你 喂 銅鑼灣呢 是不是有陳奧南 這樣 還有他們經常覺得銅鑼灣很危險 還沒來過那些 就是銅鑼灣 危險上是什麼 就是黑社會地區 有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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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銅鑼灣 就是銅鑼灣 他們很多是憑電影 感覺到香港 如果他沒有下來 沒有什麼媒體 或者上不到網 那也是的 都是憑電影 所以我想他那個中環 吃大茶飯 我想都是 例子電影 大市區 一定有很多工商 要不然他怎麼知道 金行的滿街 那現在到最後是怎樣 最後沒有了 就是在邊境下網 或者被人抓了 接著就和盤拓出 說我本來想去抓人 沒錯 他踩到沙頭那些禁區邊境的檢查站 你還拿著炸彈 是啊 現在看到一些可疑 其實他都挺坦白 第一他可以說 沒有啊 我走賽路而已 不是炸彈來罵鐘 我自己想煮一個罵鐘 我弄得不像 你不認也可以 你可以不認 其實 還裂也不爆 很多人明明被人抓到 都不認 你後面皮就可以了 其實他真的沒有罪 很老實的賊 我就說他很老實 什麼都說出來 人家不說 不問那些 他都說出來 因為那個行動都沒有實行 都沒有做 人家怎麼會知道 他本來想去中環 他自己說的 所以這個賊 就是一個很笨 但是很老實的賊 他改過 很可愛的賊